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 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薅事 滥伤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 正失去他们的借鉴意义 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 我想顿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 好过过早的振和 以上这段话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看官 是否听懂甚至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反正不瞒各位 小编为了读这段话 拿起了新华字典 要问这段话出自哪里 或许大家怎么都想不到 这就是2020年高考浙江省的一篇 满分作文的开篇段 这篇名为生活在树上的文章 浙江省高考作文乐卷大组教授 点评文章称 老道和晦涩同在 思维的深刻与稳当俱备 说起这篇满分作文 其中还有个小插曲 根据爆料 这篇作文第一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 但后面两位老师都给了55的高分 如此差距引起了作文审查组的注意 最终经过一番讨论 给出了60分的满分 当这篇作文公主于世之时 大家带来的并非欣赏与膜拜 反倒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无非就是两种声音 表示赞同的人 丝毫不吝夸奖之语 将这篇出自高中生之手的文章 奉为大家之作 产生质疑的网友也有理有据 认为这样晦涩难懂的文章 早已不适用于当下的文化环境 形式高于内容 有备于文章的传播与教育意义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资深传媒人 朱学东 在微博评论称 高考作文考什么 我想无非就是主题 围绕主题展开的逻辑演绎 浅词造句能力等等 这篇满分作文 在这三个方面是构格的 无论是主题 逻辑和文字表达 朱学东称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学 但是出现了 罕见 更应该鼓励 在这个意义上给满分 我也不反对 著名作家 《长安十二时辰》的作者马伯雲 在发表评论说 该文章用了一大堆生辟词 生辟典故 以及俯媚与妇媚 实现场域的分野 理想 期望 范式等学术词语 让人觉得惊讶的是 这些生辟词 生辟典故 和生辟表达都用对了地方 但问题在于 没这个必要 作文里要表达的意思 完全可以用 平实 朴素的语句来组织 信息一点都不会缺失 四个字来总结 就是词不配位 专门从事教育行业多年 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熊炳奇 针对前述作文表示 好的作文本来就该个性化表达 不是千篇一律 大家不能用一个标准要求作文 这篇文章得到高分 主要是其思想性和严密的逻辑 但确实也存在比较晦涩的问题 他还说到 近年来高考作文的确一直在强调思辨 但一般学生的确也很难有富含深度的思辨能力 小编很认真地拜读了这篇文章 不得不说 行文的确非常流畅 甚至于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都能感觉到作者写作之时的汹涌澎湃 但也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常用的词汇 以至于无法get到文章想要表达的准确含义 可能这种别人家的文章 我们也只能望其向背 可远观不可谢玩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